我們今天要輕輕鬆鬆吃健康啦 那今天吃健康 我們吃健康 吃健康 我們今天做個糖醋補啊 充其量你可能會用番茄醬 但我真的沒有吃過糖醋 沒有吃過糖醋補啊 對 可是你不用擔心 你有沒有發現番茄醬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今天我們做的 就是明副期的糖跟醋補 是喔 對 跟一般我們所吃到的不太一樣 不過要趕快把握時機啦 夏天的時候趕快吃 快沒啦 對啊 我最喜歡吃瓜類的 我們把它切成條狀 切條 醋條 今天吃比較飽嘴一點的 好 所以這個這裡就是一碗糖跟一碗醋 對 很特別 一般我們這種糖醋有什麼做法 好像只有醃這個 小黃瓜啦 妳講到重點 大頭菜啊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連熱的吃也好吃 放涼吃也好吃 而且我今天這部分都切得比較大塊一點 像我還有什麼 蓮藕 糖醋蓮藕 有 糖跟醋 香油 辣椒 薑那種 我們一樣把它放進來塑膠袋 要做什麼 要用鹽巴醃比較快 你真的是有點涼菜的做法 但是會少熱豆 對啊 可是涼菜也是要先 把那個苦水吐出來 我們醃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先醃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就是 醃菜炒不爛 醃菜炒不爛 因為出水了 因為出水 它的紮實度有了 醃菜炒不爛 所以就要學起來 所以你說要吃脆口 或什麼就先醃一下 對不對 其實我們只要把它炒熱就可以吃 因為醃菜你現在熄就是 待會兒水分出來就可以吃了 是 對不對 好 從這邊 押著 壓一下 好 來 我們現在做花椒油 花椒油就是要用這個 你用香油爆 用香油 香油爆 這個大紅袍 冷油就要下去就對 對 可以 好 詹姆斯在叫我朋友再拼 冷油就要下去爆 才會有香味慢慢熟到 有人是用比較熱的油香去爆 那速度要比較快 但你冷油下去爆有個好處是 它的四方式會比較好 不會有焦味 對 好 香氣出來 把它倒出來 好 我們現在就把 好 我們現在就把 蒜頭添入了放進來 好 來 補碗還是要來 補碗 要倒出來嗎 都會加就可以了 差不多 好啦 倒進來 真的馬上那個花椒消失就出來 還有一點點 再倒回來 它這邊 有一點點的花椒 要立把它拿出來 透成花椒粉嗎 讓它壓碎 壓碎 待會兒來咬的時候比較香 不用現在加 好 夏天的時候這個滿吃雞味蕾的 光這樣應該就很好吃了吧 不夠… 待會兒只那個糖酥下來 它會下到 所以這個糖醋不是要一筆 醋如果太早下不是不酸嗎 所以我沒那麼早下 那糖呢 糖會先下嗎 對嗎 對 那糖會先下嗎 對 一定很好吃 關德哥請我吃 好吃喔 因為已經有鹹味 然後補碗鹹味 再加一點花椒的香 香菜 辣椒 糖跟醋 糖跟醋再糖在一半 一半喔 這個尾巴舌頭會麻 我直接這樣就好了 哇 糖很快耶 你又聰明了 蛤 你又聰明了 對嗎 哇 你別說這樣沒色了 它味道很重 很重啊 我剛剛吃那個 現在舌頭是麻的 沒有… 你待會兒吃這個你才知道 有… 花椒粉 好 來 吃看看 還滿酸的味道耶 嗯 可是補碗很甜 還有糖的甜 糖很甜 糖的甜跟 嗯 補碗很酸 剛剛好 對啊 所以它會 是不是很名副其實的 糖醋補碗 嗯 對 而且花椒在這裡面 就會變成是 其實這個糖也很溫和 醋也很溫和 補碗也很溫和 就靠這個花椒 飲味 飲味 對 它吃起來就很像菸菜耶 嗯 它一放甜也很好吃 嗯 對 你說剛剛 還沒有放糖醬吃的時候 好脆喔 要能試那個補碗 嗯 那吃起來的感覺 跟現在加的糖醬醋 又不一樣 這樣比較有味道 對 剛剛是清甜 現在有點刺激 可是剛剛吃你覺得 不錯啊 沒有想到糖醬醬下去 更好吃 嗯 現在就是有刺激 但清爽者 嗯 這不是吃健康嗎 嗯 真的是 很健康 因為一般我們吃到都炒的時候 可能維他命C什麼都流失掉 比較多 對啊 其實吃脆口很好吃 吃脆口 而且我現在養分流 流失掉比較少 對… 好吃 又可以顧口感 又可以顧健康 果然是今天這道 沒有人 我要常用不動說 有問題 有問題 頭是 沒問題 anga 這面 也沒問題 有問題